各位亲爱的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正经纬 非常高兴2月10号星期五 我们在空中见面了 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那我想这两天大家最关注的新闻 都还是关于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地震 那死亡人数不断的攀升 对于大家来讲 真的感觉到天灾来临的时候 人类是如此的脆弱 但是虽然如此 人类还是免不了不停的 在战争当中 在找到所谓的平衡 天灾就已经太可怕了 更何况还有所谓的人祸 实际上算算时间 今天距离俄乌冲突 2022年的2月24号开始 到今天这个时间 足足走了352天 马上就要一年了 那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 实际上在整个俄乌冲突当中 据路透社他们做了一个官方统计 那至少死亡人数呢 在42,295人 4万多人在这场俄乌冲突目前为止 已经不幸遇害了 那当然呢 这个受到这个算是受伤 而不会致命的呢 高达54,132人 那5万多人受伤 可能甚至残废 那另外失踪了1万5千人 这个大概凶多极少 另外有1360万人流离失所 这个无家可归 那有多少房子被摧毁呢 14万栋 这个房屋呢 就没了 代表14万个家庭 已经啊 失去了家园 那更不要说 造成的财务损失啊 高达3500亿美元 换句话讲 俄乌冲突就在今天结束 整个乌克兰的恢复啊 要3500亿啊 这个不管对乌克兰 对全世界这些西方国家来讲 都是天文数字 当然随着时间的发展 俄乌冲突呢 马上就要满一年的时候 这个局势啊 更加的纷乱啊 当然我们也看到 最近的新闻非常多 不管是 哲联斯基的出访啊 甚至北溪啊 这个管线被炸啊 都指向了美国 似乎呢 把这个气氛啊 又挑起来了 因为这两天 土耳其的地震 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 再来就是慢慢要恢复家园 这个救济物资要过去 那这个新闻呢 慢慢大家焦点 又回到了乌克兰 那刚刚前面 我说了一连串的数字 就看得出来 这次冲突是非常的残忍 也是非常的不值得了 真的不值得 那当然我们在看俄乌冲突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看到的是片片断断 那今天想跟各位来谈的是 到底俄罗斯政治精英们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对不对 一般我们来看到的都是 比如说乌克兰 承连斯基说了什么 拜登说了什么 对不对 那英国说了什么 法国说什么 德国说什么 坦克车 战斗机 什么都在这个上面绕 但实际上 主要的另外一方 大家都忽略了 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 当然在这个政治精英中的代表人物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普京 当然普京现在面临的问题 当然是战场这一部分 有很多战术战略各方面的规划 不过我们先回头看 普京现在正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 2020年俄罗斯就修了一个法律 那换句话讲就让普京得以连任 那如果普京在明年的大选 他还要参选对不对 如果他参选 他可以继续干到2036年 就是还要选 还要选 一个任期一个任期 他至少可以干到2036年 如果他愿意干的话 那当然这个修法的时候 在2020年的时候 还没有额误冲突 那当时大家都认为 普京真的会干到2036年 那蛮久一段时间 他应该会做那么久 但是算算时间 2024年明年 俄罗斯要大选 那普京如今参不参选 可能就要普京要考虑了 因为没有发生俄乌冲突之前 他笃定会选 对不对 没什么悬念 只要他体力可以 他一定继续带领俄罗斯走 好 那现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 改变了许多他的考虑 他的想法 对不对 那当然呢 他参选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但是他要参选之前 他有可能也有竞争对手 他不是一人参选 一人当选 对不对 他有竞争对手 那乌克兰这个这件事情 他势必最慢最慢最慢 在2023年要把乌克兰这件事情做结束 所以结束的概念是完完全全谈完了 对不对 也不打了 也都谈完了 全部搞定2023年底 就今年底 那算一算10个月 所以对普京来讲有一定的压力 不然在选举的时候 他的政敌一定会攻击他 所以你看 把这个带到 把我们子弟带上战场 然后我们的经济如何又如何 这个普京就很难去跟对方去辩论这件事情 那当然呢 这个甚至现在还有这个西方的调查显示 普京在这次俄乌冲突的时候呢 调动了3000辆 这个战车跟装甲车到了乌克兰 那据说啊 这个被打掉了1000辆 那这个被乌克兰呢 掳获了大概500多辆 那另外呢有一些是抛锚啦 什么丢在路边没人要的啊 简单的讲这些 凸凸凸凸加起来 大概这个3000辆坦克呢 少了2000辆啊 那当然也看得出来俄罗斯的坦克 面对现代的反坦克飞弹 已经有点短板啊 而且是这个俄罗斯坦克呢 他把这个炮弹呢 放在这个炮塔里 当中弹的时候 很容易在内部再次引爆啊 好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 但是看得出来呢 这个未来呢 这场战争啊 非常的热闹 因为我们看到前两天 对不对 这个泽连斯基去了英国 去了法国 去了布鲁塞尔 那英国首相见了 法国总统见了 德国总理见了 连意大利的总理 梅洛尼啊 也见了 对不对 那这么一番见完之后呢 感觉到呢 这个泽连斯基啊 似乎呢 这个得到所有欧洲国家的支持 但是我的观察 我认为啊 现在乌克兰战场 战情告急 泽连斯基是出来求救兵的 是求救兵的 如果他今天打俄罗斯 自己打十拿九稳 西方地武器 他就可以搞定 他不会跑出来 对不对 这个泽连斯基出来是早晚的事 他的出来代表一个什么指标 就是战场现在 什么都缺了 各位想想看 打了一年 对不对 我们说死亡四万多人当中 各位想想看 乌克兰的军人一定占了很大的比例 受伤的五万多人 平民也有 那军人一定比平民多 那整体来讲 在这个上面 他的兵力 对不对 他的资源 各方面都已经打到快光了 对乌克兰来讲 打得快光了 因为他不像俄罗斯 俄罗斯家底还是有一点石油天然气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泽连斯基这次出来绝对不是来庆功的 是来讨救兵的 甚至在法国的时候他都说呢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他把他们拉下水 我们的时间不多 你也可以解读是他跟在战场的士兵时间不多了 那如果你今天十拿九稳你会讲这话 对不对 要坦克要战机啊就代表已经顶不住了 当然这个局势啊也看得出来现今这个这个西方还在死撑乌克兰呢 这个也就代表之他们还在等俄罗斯的这个内部啊发生实变跟量变 这怎么讲我们刚刚前面讲2024俄罗斯大选这件事 普京呢现在面对的是俄乌冲突要快点结束 那选举呢这个当然呢这个赢的概率是非常大非常大 但是呢如果这个有人就讲到如果普京不选 这个俄乌冲突是不是就就结束了 对不对 那当然来讲大家那些政治精英啊 俄罗斯很多政治精英大家都很熟的 那什么梅德威杰夫啊什么莫斯科市长啊中央银行的行长啊 什么这些一大堆政治精英啊 他们就在想万一普京说2024我不选了 我要把乌克兰这件事情在我卸任之前搞定 那他们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搞都搞不定的问题啊 谁顶普京的位置啊这叫卡位了 对不对这个政治大风吹啊 这个大家都在看其实大家现在都在看 当然经过将近一年的战争之后呢 实际上俄罗斯里面出现了两派 一派呢是主战派 一派呢是使用派 所以使用派的概念呢应该这样讲 为什么不能说他们反战 他们认为啊打到这里可以了 那暂时呢我们应该休息一下 尽量呢是不是能够让这个局势更加的缓和啊 表示出我们愿意谈判更加的明确 而不是那种想谈又要想打在这个中间挣扎 实际上也看得出来这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势力啊 这个正在在这样摇摇晃晃的当中 那普京当然也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 所以但是呢尤其是这个实用派 他们又是军中跟政府官员的一些中级干部啊 那这个数量还蛮多的 大家都觉得打到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尝试啊 去用一种谈判的方式来解决 或是其他的方式 有没有第三方出来调停 让俄无冲突呢到此为止 但是啊在普京身边有很多鹰派 这些鹰派呢 当然都是比较权高位重的人 他们认为啊 在这一次俄乌冲突上一定要打到底 打的不是乌克兰啊 打的是西方的第一件事 第二同时要考虑俄罗斯的政治体制 是不是要重新做改变 但是没有讲得很明确 是要回到以前的共产制度呢 还是就现在的民主制度啊 做一些变动 就更加的保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普京来讲呢 实际上他也在这个当中啊 要找到平衡 因为这两派人啊 对整个国家来讲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中层干部 一个是上层的精英 对不对 那普京不可能一个人带领整个俄罗斯嘛 他需要一个团队 但是现在团队分成两派啊 也是让他感觉到比较伤脑筋的地方啊 但是呢 普京现在听说呢 这个有惯例啊 俄罗斯有惯例 在选举前 会做一次领导班子 这边周围的啊 做人事大挑动 接着就选举 代表一个新的团队来参选 俄罗斯的做法是这样啊 很多国家是选完 有一个新的领导 他会找一批新人 跟着他来这个共组政府 那俄罗斯的做法是先组 一队新的这个队伍 然后再来参选 让选民觉得说啊 未来呢 是这批政治精英啊 来这个掌管国家 我支持你啊 这个东西有益啊 好 那当然现在普京呢 要做的就是 很可能会有一次洗牌 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身边周遭的 政治精英当中呢 要做调整 因为打了这段时间呢 你看不要说别的 这个国防部长跟总参 两个这个有点小矛盾啊 对不对 你说少依武跟那个格拉西莫夫啊 他们两个都有一点点怪怪的 对不对啊 但是这个中间有的时候 某一场战役当中 彼此之间的意见不一样 该怎么打这个城 该不该守该不该退 这个领导他们中间还有 有的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好 那当然来讲呢 普京希望借着这一次呢 这个就是为了明年的选举 在今年呢 来一次改组 让更多的这个比较有生命力的这个新生 新生力军啊 投入在他的领导 这个这个城里面啊 把一些这个已经打的因为战争打到疲惫 或是满满肚子的那种 焦虑抱怨的人呢 就退出去了啊 我换一队人再上来 那当然对于这个现在 呃 乌克兰啊 一直在发消息 说俄罗斯啊 马上要发动春季攻势 对不对 这个俄罗斯现在看来呢 压力很大 因为所有人都说 春季攻势 俄罗斯的春季攻势要开始了 因为前两天各位有听到吗 这个莫斯科市政府啊 招标防空洞修缮工程 对不对 很低调啊 但是那比如说很多防空洞已经很久没用了 现在要该修一修 比如说水电啊 空里面的空气过滤啊 什么这些东西都已经破烂 老旧都要换了 对不对 但是尽量低调 那个莫斯科到处是防空洞 那代表什么 或许俄罗斯有想到 如果真的像那个乌克兰讲 有春季攻势的话 也可能莫斯科会遭到空袭 这件事情 听说那个铠甲防空飞弹啊 都已经放在莫斯科大楼的楼顶上 都有那个防空飞弹 你就知道现在的气氛啊 好像没有要休息的时候 大家还准备要好好的再打一打 当然我讲实在话了 俄罗斯有石油天然气 如果北溪没有被炸掉 他还是可以就卖给欧洲嘛 对不对 那个德国法国呢 大家就不太听美国话 那继续呢 通过北溪呢 跟俄罗斯买天然气啊 好啊 现在北溪破了 对不对 当然那个媒体记者呢 这个希摩赫什啊 说哎 这个是美国啊 这个干的啊 这个拜登下的令 但这个记者是归记者 他的调查呢 应该都有线人爆料 然后他去查证 因为这个西摩赫什啊 虽然年纪85岁 他可是不是一般般的媒体人啊 人家比我们都自身 当年在越战的时候 美国那个社会是还蛮保守 美军在越南的美来村啊 进行屠杀 就美军被杀了 他们就追越共啊 就追到一个村子 管你是老百姓啊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部杀啊 对不对 他把这件事情给爆料 当时啊 魏蒙兰将军啊 要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驻越司令啊 美军驻越司令 魏蒙兰啊 所以压掉 那个这个记者啊 西摩赫什啊 当时在华盛顿邮报 他把灯了 美国人民舆论哗然啊 对不对 军人打仗 你跟军人打 你怎么能杀平民呢 讲到全世界 放诸四海 这都说不通啊 但他爆料 他美国人呢 他一样爆料 我们不对 就要说出来 那之后有好多啊 他专门是挖那种 就是这个 这个自己有什么短板 他把挖出来曝光 调查记者就要干这个事吗 对不对 媒体人就是有第四权 你第四权是守望者 你就是要监督政府 有没有干坏事 好 这次他说 北溪是美国干的 拜登下的命令 那当然呢 这个各大媒体转载 那当然那个官方否认啊 大家都说那这回事乱讲 没有都没这个事 但实际上 有没有 你要看 因为北溪的断气 谁是最大利益 既得者 对不对 你受害人不要讲 受害人一堆了 对不对 俄罗斯 德国 法国都受害人 刚开始还有人说 俄罗斯自己炸的 疯了 自己花了五十亿美金 做了一条海底天然气管 原来要赚钱的 生财工具 我把它炸了 不可能吗 对不合逻辑吗 对不对 那一定是谁就看吧 这个未来啊 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好 那当然呢 现在回头来看呢 这个俄罗斯现在 比较麻烦的是 经济压力还蛮大的 那这个因为最新的报告数据出来了 光是今年刚刚过去的一月份 这个赤字 这个财政赤字 已经是250亿美元 去年的一整年 俄罗斯的打仗 打了过去年一整年 打仗 他的赤字是475亿 今年光单月 一个月就250亿 问题在哪 花钱的速度是一样的 但是什么 收入减少 没错 因为石油天然气 西方制裁 这种原因 收入少了 你是不是就出现赤字 你有那么多部队 有那么多人要吃饭 对不对 有那么多开销 就是摆在这里 一毛不能少 那赤字就上升啊 如果 北溪没断 我讲真的 俄罗斯啊 轻轻松松 打三年啊 对不对 钱不是问题 西方只要买气 俄罗斯就有钱啊 有钱就能打 打仗要花钱啊 对不对 不可能打仗不要钱嘛 好歹军人都还要发想 要买武器 买子弹 买弹药 样样都要钱 对不对 坦克车还要加油呢 所以啊 现在听说 俄罗斯啊 准备怎么办呢 把外汇存底 里面的人民币呢 就卖了 这个干嘛呢 能够去买一些 他需要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等于在用外汇存底 因为美元嘛 不准他交易了 对不对 他只能用人民币 去买他要的东西 跟谁买 有很多国家会收人民币 人民币现在在国际市场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 大家觉得这个印钞票呢 他们家底子够 人民币我收 对不对 就那么简单 所以现在呢 这个整个战场 现在来看 应该是会越来越快 普京有财政上的压力 大选的压力 政治精英的压力 这是俄罗斯的这一部分 那当然西方呢 也希望趁着一周年的时候 一鼓作气啊 把俄罗斯给搞掉 所以双方现在是 这个水火不容啊 而且当然大家现在就在问 会不会扩大这件事 俄乌冲突会不会扩大 当然俄乌冲突会不会扩大 一直是一个大家在关注的问题啊 那当然呢 如果照这样局势发展下去 扩大的可能性不断的升高 当然结果呢 那又是一场欧洲战争 至少至少是一场欧洲战争 那个泽连斯基啊 这个前天吧 到了伦敦啊 那见了英国的首相啊 这个两个人呢 在那边谈了半天啊 那苏纳克的意思说呢 我要拉你快点进入北约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所有的北约 交来到帮乌克兰跟俄罗斯作战 你想俄罗斯要面对那么多敌人 这不是一场欧洲战争吗 对不对 当然地缘政治是非常的复杂 对不对 俄罗斯我就讲过 不管这场俄乌战争是赢是输 基本上他已经被逐出欧洲俱乐部了 普京清楚 政治精英清楚 俄罗斯人清楚 所以为什么那些鹰派 甚至考虑到俄罗斯的政治体制 我们都重新来规划一下 所以如今的世界 真的是我们常讲天灾啊 都已经非常的这个频发 像上次的新冠 对不对 这一次的土耳其大地震 真的印证了 在这个中国有一个蛮有名的预言书啊 古代的预言书啊 叫推背图 对不对 那里面可以看到啊 什么这个以前就已经知道 现在会发生的事 当然西方啊 也有一本啊 类似中国推背图的书啊 那个呢 叫做圣经啊 这个圣经当中呢 这个新约跟旧约 在新约的启示录当中呢 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就是人类呢 将有这个 这个七印风啊 打开了以后呢 会面临到 这个比如说 瘟疫 就白马是瘟疫 红马是战争 黑马是饥荒 绿马是死亡 那你看现在瘟疫 新冠嘛 对不对 来了 红马 俄乌冲突 战争 来了 对不对 黑马这个饥荒啊 也很快了 这个粮食短缺 物价上涨 这很快 很多地方闹饥荒 接着呢 就是死亡 这个人类啊 这个在地球上生活 已经不容易啊 对不对 大家还在不断的折腾 真的不断的折腾啊 那当然也希望 借着不管是推背图 或是圣经啊 希望呢 这些 所有的这些 政治精英啊 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对不对 一味的 把这个任何事情呢 往死里打 结局啊 可能最后就是 绿马出现 人类死亡 那末日审判呢 就来临了哈 好 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世界和平 在中午呢 跟各位来谈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 当然呢 这个有一些话题 有的时候 希望给大家讲一点轻松快乐的 对不对 像昨天呢 讲那个国情之文 我自己后来听啊 也觉得 还真的是国情之文 还真有意思啊 但是没有天天有国情之文嘛 所以有时候也要跟各位呢 讲讲比较伤脑筋的这些问题啊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听完之后各位心情呢 还是轻轻松松面对世界局势 活在当下 更加乐趣好吗 那在这里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啊 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